教育部将确保每位孩童能通过各种途径追求理想 教育部长黄勋才在总统施政方针副录中表示 冠病疫情对弱势孩童造成冲击 当局将加倍确保不会有孩童输在起跑点 并继续通过教育增强社会流动性 教育部表示到了2025年 教育部幼儿园将增加到60所 当局也会开设更多特别教育学校 同时翻新现有的一些学校 当局也会加强学校和社区的合作 支持弱势学生和他们的家庭 疫情推动居家学习 从明年起结合网上和课堂学习的混合式学习 将成为我国教育重要的一环 所有中学生将在明年底拥有个人学习电子配备 为了让学生做好就业准备 学校和行业领域将加强联系 除了提供更多与行业相关的学位新课程 理工学院和大学的通识课程也将扩大 而接下来将全面推行的科目编班 将为中学生提供发掘不同强项和兴趣的机会 当局也会扩大六所大学的能力导向 收声计划 公益教育学院的公读文凭课程的学额也会增加 此外在技能创前程计划下 高等学校将增加相关行业单元式课程 以支持中心学习 四五十岁的中年员工将获得额外的援助 以协助他们掌握经济重组中的新奇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